以前我是被唱片公司覺得 我是Energy裡面最難搞 就是什麼都不愛配合啊 比如說人家要主持 我也不喜歡主持啊 要拍戲我也不喜歡拍戲啊 那你的團員還好 沒有誤會你吧 怎麼會沒誤會 一定有誤會啊 不然怎麼會解散 心態上面大家都成熟 那表演上當然是一位 大家年紀大體力抽血 牛奶潔是號稱台灣的頭轉王 他現在轉不起來 他現在連錢滾翻都有點辛苦啊 Energy確定回歸當五月天師弟 阿滴蕭敬鴻清土當年解散關鍵 大概 整個合體一起練大概才兩次吧 全年到齊 全年只有兩次這樣子 然後就上台了 所以就知道大家有多忙 然後那個狀態有多堅了 Energy去年四月才在五月天 演唱會上合體 今年元旦就宣布加謀相信音樂 成為五月天的師弟團 身為Energy一份子的阿滴蕭敬鴻 日前接受3D新聞網專放 也松口當年解散關鍵 我要拍 蘇維也要拍 然後昆達又 時不時要出國去玩文大 心態上面大家都成熟 那 表演上當然是因為 大家年紀大體力抽血 牛奶前是號稱台灣的頭轉王 他現在轉不起來 他現在連錢滾翻都有點辛苦啊 我都還是有一些舊傷在 那只是就是盡能力的時候 就現在我的體能條件 可以做到的一些舞蹈 對我自己來講是一個 一種訊號 就是一種 起跑開槍的那個訊號 就是一種reset 就有一個機會重置了 以前我是 被唱片公司覺得 我是Energy裡面最難搞的 就是什麼都不愛配合啊 比如說人家要主持 我也不喜歡主持 要拍戲我也不喜歡拍戲 就是被誤會啊 不是我難搞 是因為 因為每一個人堅持的東西不一樣 但當時我唯一有興趣的就是 我只喜歡唱歌 我喜歡創作 我想要做音樂 那也本來就是我的本業啊 但你的團員還好 沒有誤會你吧 怎麼會沒誤會 一定有誤會啊 不然怎麼會解散 一定有誤會啊 現在單門解開不然也不會 不會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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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多愛我一天 不想和你說再見 不可 Oh No 忽 忽 美 阿滴 偶像團體 NG出道 25歲時密婚 目前育有良女一子 團體結算後轉型通告藝人 近年來幾乎都以演員身份 出現在八點檔舞台劇 回憶其演繹之路的心酸事 我看新聞是說你真的是 真的只殺3塊錢喔 對啊 真的就是 那一小段時間 應該是剛 剛生沒多久 我那時候等於是也去參加什麼 那時候有一個金曲超級新的比賽吧 對 然後就是開始 接通告啊 跑綜藝節目啊 對啊 其實還是有收入只是比較不穩定 我是會存錢但是也存不了 因為就是都 給我自己的家人 然後或是花在我自己的家庭 那時候我真的最忙的那幾年 那是我每天回家小孩在睡覺 我每天出門小孩也還在睡覺 然後甚至有那種 三天都只是回家 洗個澡換個衣服就出門 很多人都覺得 爸娘很賺錢 沒有啊 因為活了下去 你要一直 剛好編劇有寫你的戲出來 應該說它是一個 會比較稍微穩定的收入 但也只限於說 你剛好 每一集都有 也有人演過進去5集之後 人又不見了 這只是沒有 沒有一定的事情